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根据院方的消息呢是指出说跟这个病魔呢搏斗了45天的刘真 他就在昨天晚上不幸辞世了想年44岁 不过呢其实哦他的老公辛龙哦他日前呢也是相当的难过 他曾经说过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回刘真 那感动非常多的网友来帮他集气 但没想到呢现在还是传出了不幸的消息 那现在是